大家好 这边是麦子学院给大家带来的 ECshop独立网店二次开发的视频教程 这节课呢 我们来讲这一个基本操作的最后一小节 模板管理 模板管理 那么找到后台 这一个左边 左边这边有个模板管理 这边有个模板选择 现在这一个地方是当前模板 如果说我们选择这一个 Default就是更旧的这种模板的话 查看一下网店 那我们前台的模板就变化了 这个应该是ECshop最原始的一个模板双程 那就是这么一个 然后这是一个模板选择的一个东西 后期的话 我们讲到一些模板调用的时候 会跟大家讲一下这些文字图片如何来改 那我们先返回到这个模板 把这个模板重新启用 然后前台再刷新一下 这样子模板就变回来了 然后这边有个设置模板 设置模板如果说大家还记得的话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一个这样子的广告位 那么我们来打开一下 这一个首页的这一个模板 我上次跟大家说会跟大家讲如何来做我们的一个区域 一个广告区域 我们首先打开我们的lims的index.dwt 这个是我们首页的模板 我们发现这边有一个左边区域 然后 这边有一个站立快信上面的一个广告位 然后这边有一个右边主区域 大家发现这几个关键字的话 都会在我们这一个左边区域 站立快信右边主区域都会出现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模仿一下 我们自己来模仿定义一下我们这个位置 假设说这个时候我们要在test test的话就是输出这一个时间的 我们现在正好可以把它去掉了 我们在这个位置呢 加上一个template 这一个模块标记 然后找到它的一个结束符 就是这一个 好 就是这一个 这个的话 先大概了解一下 这个叫做自定义区块 好 这边看到一个是template的 beginedit table 然后一个是end的edit table 一个是开始 一个是结束 好 这时候我们再来设置模板 看一下有什么变化 左边区 然后这边出现了一个自定义区块 我们把它放到自定义区块 然后再刷新 我们广告就跑到这个位置来了 大家的话就知道这个是设置模板的一个东西 然后这边模板会被已经被我们的这一个EC shop已经更新了 那这是一个设置模板的概念 再来 库项目管理 库项目管理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 购物车吧 我们把购物车 这个购物车就是这个位置上的 这些文字 就是放到这一个库文件 那这个库文件在我们模板的目录是在哪里呢 在我们lims下面有一个library 就是lab 就是这个目录下就是我们的一个库目录 我们可以把很多东西都放到这边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之前是不是有讲过这个东西 如果说有讲过 我就再带一下 第四章常用标签 应该是有讲过这个课程的 好 稍等一下 我这个大概卡了一下 好 这个的话是在我们的这一个第四章的时候 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引用扩展模板 还有一个JS 那讲过了我们再复习一下 没讲过的话大家再听一下 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购物车的一个文字 比如说我在这边编辑一下 多写几个字 库文件已经更新刷新 好 我们在我们的购物车下面的话就多了一排 对吧 那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库文件 一个库文件 那我们把它还原到上一次修改就好了 再来 库文件新增我也不跟大家说了 之前给大家增加了一个test 增加了一个test 然后有跟大家说test后面的这一个哈哈 这个应该是已经讲过了 大家去复习一下以前的课程吧 我就不再多讲了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语言项编辑 语言项编辑 这边会有个公共语言包 我来搜索一下 比如说 其实这个的话没什么作用 我们要修改语言包的话 你要输入关键字会比较吃力 比较吃力 好 假设说我们这个来看一下 首页没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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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购物流程的一个语言包 来看一下有什么事可以在后面修改 我们来看一下加入购物车 那么这边有一个叫做市场价 我们来搜索一下 好比市场价节省了多少多少钱 就是这个 比市场价节省多少多少钱 然后后面也加一个哈哈 刷新 比市场价节省了多少钱 哈哈哈哈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一个语言项的一个编辑 一般情况下 不要在这边编辑有点傻 太浪费时间了 好 模板设置备份 模板设置备份 这边有一个当前可备份的一个模板上 一个模板设置 直接点击备份模板就可以了 好 然后这边的话就可以还原啊什么东西 比如说现在首页 首页这一个地方我们给它改一下 我们还是找到我们的index 好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加一排 呵呵呵 然后在首页这一边 好看到我们这边现在是有一排呵呵呵的哦 然后我们把这个还原掉 刷新 还原 刷新 哎呀妈呀 又是没效的哦 说明我们一些错误的话还不是非常的用心哦 有一些bug 可使用的没有模板备份就是这样子啊这个没用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模板选择这边有一个备份当前模板哈 好 那我现在备份一下当前模板 他是要下载到本地来的好下载到本地来的 那么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把你做的模板下载然后共享给别人哈 也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我们这一个就略过吧啊 我们又发现了一个ecshop小小小的一个缺点啊好然后这边一个邮件模板哈邮件模板发送就是会有这么多好用户注册的我们来看一下在哪里 用户评论关注邮件验证哈这个邮件验证的话就是用户注册的一个模板我们可以在这边修改哈在这边修改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发送密码模板 好吧那没有反正我们就直接在这边改改了之后用户收到的邮件就会根据你这边改的文字来体现了哈 好这边的话有个username的话就是我们系统默认自带的这一个用户名也就是呃哪个客户哪个客户需要验证的他就会把哪一个客户的这个username给发送给他啊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一个模板管理啊模板管理比较有意思的话就是呃我们这个设置模板这个地方哈就比较有意思了大家的话可以往往这种自定义区块哈 就可以在我们的页面上任意定义我们需要的一些模块啊任意定义需要的一个模块那么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几个基本操作也就讲完了哈总共是六个小节 那么我们在后台看见了还有非常多的这一些选项哈还有非常多的选项大家可以自己去做一下呃操作哈 比如说自己没事的时候点一点专题呀怎么来做好添加专题添加专题之后前台怎么来访问哈前台怎么来访问哈 我们可以看一下发布我们直接点击查看这个就是一个前台的一个界面那为什么会跳到首页的话因为我们结束时间好结束时间我们选择到很多年以后 我们选择到2015我们选择到这个年份 专题查看好这样子的话就会出现我们的专题的好那么专题这些东西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哈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其他的话自己也是有空点一点哈那我们这一这个章节的话就讲到这一边熟悉后台的业务流程有助于你实现想要的功能 好 感谢大家的欣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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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